1999年,这部被网友称作20年来最耐看的轻功剧《雍正王朝》一经播出迅速吸卷全国 同时包揽了几乎当年所有电视剧奖项 然而这部开局就是高潮,剧情缓缓紧扣,让人欲罢不能的历史大剧 它的改编之路竟是如此传奇和艰辛 1994年,二月和的小说《雍正皇帝》刚一出版便掀起舆论狂澜 甚至有人为求得一策怨出三千元的天价 制片人刘文武看到这本书后 被这个在位十三年一天只睡四小时的秦正帝王深深吸引 决定要将雍正搬上荧幕,以此来影响更多人 于是立马背奔南洋,买下了影视改编权 可是要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就必须走历史正剧风 而当时对历史题材熟练的编剧少之又少 找了很多作家改编,均以失败告终 就在此时,有人推荐了戏曲编剧《刘和平》 当刘和平看完小说后,直言他从未见过小说能写出如此语境这么好的视角 如果改成剧本,一定非常成功 但当时,刘和平父亲刚刚去世,自己也得了一场大病 身体差到根本无法动笔,加上时间紧凑 每三天就必须写完一集 为此剧组专门给他派了一个打字员 他说一句,打字员记一句 一般电视剧本每集顶多一万字 而刘和平每集都写到一万八千字以上 然后不停修改,不满意,不睡觉 每天完成任务后,他便如释重负 靠在门前,一声又一声的长叹 就这么前后折腾了两年零七个月后 1997年8月22日,剧本创作终于完成 此时的刘和平却以行销鼓励 几乎丢了半条性命 而停笔的这一天,也正好是雍正皇帝 逝世262周年纪念日 编剧压力大,导演胡梅更是如此 当初,制片人从十几位导演候选人中选定她的时候 有人直接撂下一句 如此历史大剧 让一个女的来导,简直就是瞎胡闹 可谁也不知道 为了挑选一个合适的导演 当时,制片方已经找了11个人 其中步伐有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大腕 可是大盘导演都不愿意按照制片方的创作理念来拍摄 因此,有人推荐了名气尚小的胡梅 胡梅听到风声后 心里没有把握,连忙翻阅原著小说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中毒之身的她,还特意跑去雍正的雍和宫上了一炷香 回来之后,胡梅直接对制片人说 我说,即便不是我拍 你找不到一个好的导演拍 请你们就不要拍 别把这作品给毁了 只有我能拍好这部戏 最终胡梅的热忱和便宜打动了制片人 定好导演后便开始选角色 然而让剧组没想到的是 最初相众的演员一听说拍摄周期一年多 一半以上的人都不想演了 好不容易请来出演雍正的硬汉张峰毅 结果却在开拍一小时前 临时答应了陈凯歌出演电影《荆科刺勤王》 跑了主演,剧组一下子乱了套 胡梅赶紧把之前考虑过的所有演员再翻回来重新审核 并确定让刚刚成功饰演诸葛亮的唐国强替补雍正 这个消息又让剧组内部炒开了锅 大家一致认为唐国强气质过于儒雅 饰演八王也还行 根本不符合雍正皇帝的霸气 可唐国强就想演雍正 并多次毛遂自荐 即使被多次拒绝 却依旧不死心 一边准备着八爷的角色 一边大量查阅雍正时期的轻史著作 临摹雍正所有诗词 为了揣摩雍正这个角色 他甚至闭门窃客两个月 由于他的执着 加上软磨硬炮之下 导演最后